小冬看到女邻居被扔下楼 顺速下楼 可是当她赶到楼下时 却发现女孩的尸体早已消失不见 听了小冬的话 巡夜的保安一脸猛逼 他告诉小冬 那个房子根本就无人居住 但是小冬非要去一探究竟 事关人命不可草率 保安还是拿钥匙给小冬开了门 只见屋内空荡荡 根本没有人 甚至就连家具都没有 足以建的这房根本无人居住 看到这一切的小冬 彻底的傻了 难道他刚刚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吗 不可能 那他这一个月看到难不成是鬼 紧接着第二天上班 他又发生了奇怪的事情 乘坐电梯时 好死不死电梯突然失灵 急速下降下的小冬只打哆嗦 昏暗的灯光下 一张恐怖的人脸出现在电梯的墙壁上 小冬直接扔出背包 就在此时 幸好维修师傅来得及时 小冬被救了出来 惊魂未定下 小冬颤颤巍巍地回到家中 越想越觉得甚得慌 自从回老家参加外婆的葬礼后 就一直睡不好 再加上这几天发生的怪事 这让小冬觉得越发不安 他打算去找作为心理医生的女友看看 隔天 他就来到了女友家 说了这几天的怪事 小冬总觉得这个女人似曾相识 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 在女友的音乐下 小冬闭上了眼 梦里的小冬来到了九里村 那个承载了小冬童年记忆的村子 记忆里那个女人的身影 也开始越发的清晰了起来 原来 那个被推下楼的女人小月 当年是跟着丈夫建国 由于工作原因才来到了这个村子 郎才女貌可谓是羡煞旁人 小月不仅长相漂亮 就连走起路来也是风姿摇曳 一颦一笑都能勾着全村男人的心 村长的弟弟圆儿就是头号粉头 开着拖拉机看美女 看着看着都能开到沟里去 甚至连村里最老实的刘快景 都能被小月迷得走不动道 但是突然有天 她的丈夫在捕鱼的时候 却不幸因漏电而溺水身亡 就找上了门 恰好遇到正在洗澡的小月 男人猥琐地趴在窗口偷窥 被小月察觉 谁啊 原儿刚想逃走就被小月带住 小月惊恐地大喊 我害人啊 别害人啊 别害人啊 我求求你 别害人啊 滚 我真喜欢你 害怕男人会有过分之举 小月转身拿起锄刀 原儿见状吓得灰溜溜地跑了 这一幕被路过的村民看到 本以为第二天 传的满村风言风语 会是村长弟弟夜闯寡妇小月归房的事 没想到 却是小月的死穴 这下毫无疑问 原儿就被当成了凶手 但是 当警察找到原儿时 大家都没想到的是 原儿居然疯了 配合不了警方查案 并且指认原儿为凶手的证据不足 因而这起案件最终成了一宗悬案 醒来的小冬 为了摆脱掉这些诡异的事情 打算前往九里村 查明真相 深夜 男人突然从睡梦中惊醒 总感觉照片上的外婆 一直在盯着自己 他赶忙起身 把外婆的照片放倒 以为能安心睡个好觉了 但是没想到的是 刚回到床上 转头就看到一张面容可爱的脸 吓得小冬坐起来 突然 窗外一道黑影一闪而过 已经睡意全无的小冬 赶忙追了出去 只见不远处 有个嘴上被缝了线的小孩 小孩示意小冬跟上 好奇心驱使下 小冬来到了村口那个被废弃的破屋 按理来说 这里已经被荒废了那么久 不该有人居住了 可是 小冬却看到了有间屋内亮起了光 透着门缝 他看到了一个光着背的女人 因是刚洗完澡正在穿衣服 女人忽隐忽现的侧脸 让小冬似曾相识 然而 就在他还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突然一个人影闯入 女人被残忍杀害 原来 小冬又做噩梦了 看来查明真相迫在眉睫 不然他连个好觉都不能睡了 第二天天一亮 他便带着女友来到退休的老刑警家 因为老刑警正是 当年这起凶杀案的负责人 虽然原二被认定为凶手 但是一点重重 这也成了老刑警这么多年来 心中的一个疙瘩 当年原二的口供说 自己在被小月发现后 准备回去跟他道歉 不料刚进屋 却发现小月躺着一动不动 掀开被子才发现 浑身是血的小月 而作为看着原二长大的老刑警 相信原二的供词 可是如果凶手不是他 那又会是谁呢 跟老刑警交谈完后 还是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线索 小冬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他打算夜闯老破屋 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把女友安顿好后 只身前往小月生前的房子 结果刚走进去 又出现那张 是 身后的门门的光沙 小冬转身用力打开门 看着出现在面前的哭泣 小冬突然想起了什么 原来 当年他曾经见到过凶手的背影 对方将小月杀害 随后将砍刀扔进了前方的井里 等到天亮 老刑警带人果真从井里 找到了那把砍刀 不仅如此 还发现了一个电鱼机上的保险装置 看来当年小月丈夫的死 也另有引擎 这下一点越来越多 案件越发扑索迷离 就在大家都一筹莫展之时 村里刘会计的突然离开 引起了怀疑 在警局的审问调查下 果然 刘会计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原来 当年他也看上了小月 在第一次见到小月时 他就已经被眼前这个女人迷上了 好不容易等丈夫去世 原以为可以把小月占为己有 却没想到 遭到女人的拒绝和侮辱 一气之下 男人灰气砍刀 残忍地把小月杀害 刘会计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小冬也以为事情也就此结束 可是没想到回到家里 小冬还是依旧被女鬼缠身 依旧噩梦连连 按理说杀害小月的凶手已经找到 他不应该再纠缠自己才对 但是现在还是阴魂不散 那只有一种可能 真凶不是只有刘会记忆 那还会有谁呢 深夜 男人来到这个寡妇家 敲了敲门 没人回忆 屋内格外的安静 男人推开了门 掀开被子 只见一个血淋淋的女人 身上的肉被砍得模糊不堪 女人一见到她 就死死地拽住男人的衣袖 嘴里还念叨着 男人见女人已经一时混乱 一口咬定了自己就是伤害她的人 这种时候要是被撞减 怕是有嘴也说不清楚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拿起枕头 给女人捂死 门外的小孩亲眼目睹了一切 原来 这个男人是小冬的舅舅 其实跟小月在学生时代就已经相识 并且两人还相爱过 但是后来分开后 就没再联系 直到小月跟着丈夫来到九里村 看到小月与其他男人恩爱的画面 她就像是自己的东西被人抢了一样 极度心上头 故意调换电鱼的保险装置 导致小月彻底成了寡妇 没了丈夫的小月 舅舅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情感 多次被拒之后恼羞成怒的她 把小月抱到小树林里发生了关系 事发过后的当晚 意识到自己这么做是不对的 想登门道歉 却没想到 瘫上了这么个事 小冬因接受不了自己叔叔近视真凶 潜意识里为了保护自己 选择性地忘掉了这段记忆 故事的最后 凶手已经全部找到 小冬终于可以 问心无愧地睡得他识觉了 在面对亲情与法律面前 你是选择哪一个呢 如果你是小冬 看到自己的亲人犯法 你是铁面无私地进行举报 还是选择默不作声